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朱熹专门写过一篇《开千墨变》来拨乱反正 朱熹的话并不全对 但至少说对了一点 那就是废和开在这里都是破坏的意思 下一步的结论就是 废景田和开千墨其实是一回事 从局部着眼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农田里的千墨 也就是纵横交织的田笼被破坏掉了 张三的田和李四的田混在一起了 这就是开千墨 从宏观着眼的话 旧有的农田分界线被破坏了 所有的农田要按照新规矩重新分配 这就是废景田 可想而知 这种土地制度改革会深刻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经济学很重视产权问题 主流观点是产权越明晰越好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只要产权明晰 只要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人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就会提高 也会免除很多因为产权不清而带来的麻烦 这种观念其实古人早就有了 只是没有上升到今天这种高度 先秦时代 民意上说 有所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至宾 莫非王臣 意思是说 全世界的土地都是周天子的财产 全世界的人民都是周天子的臣仆 而在实际上 逐级分封 逐级效忠 积外诸侯享有高度自治权 他们手里的土地 其实并不受周天子的支配 对他们效忠的臣仆 也不会服从周天子的命令 具体到农田 尤其是和别人的农田 相邻的农田 一定要有明确的疆界 而疆界一经确立 就不能轻易的动摇 这样的疆界 说他是产权边界 可能有点过分 但至少严格规定了使用权 疆界表达出这样的含义 我们这片地理出产的粮食 一定是我们的 孟子有一段内容 说滕文公想搞土地改革 派一个叫B站的人向孟子 请教古大的景田志 孟子首先表扬了 滕文公的良苦用心 说滕文公啊 既然打听景田志 一定是想实行人证了 然后孟子讲了一句名言 赴人证必自经界史 所谓经界 就是标志土地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的边界 孟子认为 只要把经界合理划分了 政治自然就会好起来 所以但凡暴君污吏 也就是暴君和贪官污吏 要干坏事的话 首先就会打乱正确的境界 说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来澄清一下 第二个误解了 公孙央废景田开签末 是把景田志废除了吗 并没有 景田志就算真的存在于 西州或者更早时代的话 在公孙央的时代 早就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公孙央所做的 只是让原有的农田疆界作废 重新分配土地 所以准确描述这项改革内容的话 单说开签末就足够了 为什么还要添上一句 废景田呢 这是因为景田志代表着人正 司马光说公孙央废景田 是在批判他背弃了人正 事情还是要从孟子说起 孟子那一番描述景田志的话 影响特别深远 他揭示了两项政治核心 第一 景田志是儒家人正的标配 第二任何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政策 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拿这两项指标来看公孙央 他显然在和人正背道而驰 孟子描绘的景田志特别的美好 听上去确实很值得人们好好的维系 绝对不能有任何破坏 孟子说每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个景田单位 每一个景田单位里面有九百亩农田 其中一百亩是公田 其余八百亩分给八家人作为私田 这八家人呢 共同耕种公田 把公田的事情料理完后 再来打理自己的私田 这八家人的生活 孟子的原话是这样形容的 出入相有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这里给我们贡献了守望相助这个成语 孟子这番话还给我们透露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在孟子生活的时代里 景田志早就不存在了 那么孟子描绘出来的景田志的模样 到底靠不靠谱呢 虽然今天我们并不能够复原景田志的样子 但至少可以知道 孟子的话里有不少天之佳夜的成分 但无论如何 在儒家观念里 景田志代表着美好的往昔 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而不该惨遭破坏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在孟子的时代里 景田志早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公孙央废景田 到底废的是什么呢 废的当然不是景田 而是秦国旧有的农田分配方式 公孙央把土地重新洗牌 重新发牌 并不关景田志什么事 司马光给公孙央扣上了废景田的帽子 把他安置在正义和真理的对立面上 后人对景田志的构想 基本都沿着孟子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汉书食货制探讨农业问题 先办一顶大帽子 说境界问题是一切政治措施的根本 所以搞政治的第一要务 就是正确划定境界 怎么才叫正确呢 规则是这样的 以六尺为一步 百步为一亩 百亩为一夫 三夫为一屋 三屋为一井 一井方圆一立 有八户人家共享 每家有丝田一百亩 每家还要负责耕种公田十亩 那么公田和丝田总计八百八十亩 还余下来二十亩 这二十亩土地就是这八户人家的宅基地 在这样的井田生活里 人民和睦相处 价值观高度统一 大家平均出力 劳动成果平均分配 班固还从井田制出发 解读了孔子的几句名言 孔子说过 苟有用我者 积月而即可也 三年有成 这是论语里边的话 大一时说 如果让我执政 各把月就能见效 三年就能大功告成 三年有成 到底能成什么呢 从常理上看 成应该说的是 阶段性的成果 但颁固的理解是 农民耕作三年 就能储存下来一年的粮食 有了积蓄之后 农民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 所谓衣食足而之荣辱 人一旦吃饱穿暖了 这个道德意识自然就有了 大家互相谦让 有矛盾也很好化解 既不会争争吵吵 也不会对付公堂 所以中央政府对地方官的考核制度 就是以三年为期的 孔子所谓三年有成 说的呢 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还有一句话 如有亡者 必是而后人 这句话也是论语里边的 所谓亡者 就是周温王 周五王那种理想型的最高统治者 是是时间单位 三十年为一世 按说亡者能量超凡 为什么也需要足足三十年 才能实现人证呢 班固的理解是 不是农耕三年 才能攒出一年的口粮吗 那么连续九年的话 就能攒出三年的口粮 这种情况叫灯 如果接连两次灯 就叫平 有了六年的余粮 接连三次灯 就叫太平 二十七年间 攒出了九年的口粮 然后至高无上的道德 就会流行于天下 立跃大兴 这就是理想的人证社会 班固 所谓的灯 原本是粮食成熟的意思 今天我们还在用五股风灯 这个成语 风是丰收 灯是成熟 班固把这个意思拔高了不少 班固所谓的太平 虽然用的是太山的太 其实就是天下太平的那个太平 班固充分为我们展示了 什么叫产世过渡 而正是这样的产世过渡 方便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 两千多年间 关于土地政策的各种观念之争 历朝历代 总有人想要恢复景田制 能量大的人搞全国推广 能量小的人搞区域试点 没能量的人住书立说 而另一方面 但凡有谁想要改变土地政策 都很容易让人扣上 暴君污吏的帽子 更何况 对土地的任何形式的分配 或多或少 势必损害到一些人的利益 所以搞这样的改革 公孙央要冒的风险 要承受的压力 恐怕远高于历史文献里的 轻妙胆息 下一讲里 我会用一个具体的案例 讲解 秦人政治里的家庭生活模式 从微观视角 看看公孙央的改革成效 我们下一讲 再见